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汪琼 今天什么日子呢 什么日子 填坑的日子 没错 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710处理器机型的横评 Pro S选择SE 海文7 Pro 已经拖了两周了 确实实在不好意思 原因是什么呢 小编住院了 目前情绪还算稳定 什么意思就是还可以再打一顿 OK 严肃一点 说到710处理器呢 应该是今年最火爆的一个终端旗舰处理器 向上已经被欧威大厂用到了4000元的旗舰 这个R17的Pro 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几台机型呢 还都是在2000元档位的 这个敲零呢 是660的换代产品 它的出现呢 然后660呢 直接到了这个千元档位 敲零处理器不仅和845一样是采用了10nm制程工艺 它还有第三代的Kaira SOC 另外在这个GPU方面呢 也是Arduino 6系的 继承了845部分高级特性吧 而且在价格上呢 也卖的并不贵 参数以对比呢 确实是提升了不少 那么实际体验到底如何 这三台机器的各自特性是什么 这期视频我们为大家详细解答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 你想问为什么开头这期没有广告是吧 首先研制其正义 外观上三台手机都采用了当下最流行的全员屏 以及双面玻璃加金属中框的三冰制结构 整体上都是方方正正硬朗直栏的风格 但是设计器杰上各家就有各自的特色了 Pro i4 N7 Pro并没有采用和小米8s一样 饱受争议的刘海评 而是采用了上下窄边框的设计 同时 尖光隐藏式的传感器和一致边框处的听筒 配合老罗一贯的居中前置摄像头 正面视觉一体感非常强 相比360拥有历史沧桑感的多孔正脸 坚果正面上在三角中都是更加精致 而像M8 SE选择的刘海评虽然增加了屏占比 但是4毫米的边框除了可以抛火车以外 也把刘海评挤出来的一点屏占比也给还回去了 实测80%的屏占比也确实没有发挥出刘海的优势 正面底部三款都是窄下巴的设计 但是坚果加入了电容虚拟按键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屏幕本身的可视空间 点赞 而机身背面三款也都是指纹加双摄的布局 360采用了小黄人士的双眼布局 坚果Pro S依旧是大小眼的隐藏辐射设计 而且M8 SE还是今年所有小米手机上的数字双摄 不过由于三台手机背部均是镜面设计 即便是有输入层的存在也依然阻止不了收集指纹的问题 不过好在三个手机原厂都送套 尤其是310不仅送了套还送了膜 总体上坚果Pro S在颜值上却是更加出色 同时在两圈单位坚果Pro S还加入了一枚Z轴纵向的线性马达 在使用过程中清脆干净的振动也让体验加分不少 而8 SE作为小屏旗舰相比之下就要小小很多 只是过宽的边框的正面世界却是不出色 而且感觉也不精致 N7 Pro虽然并不出众 但是相比于上一代N6的复古设计 N7 Pro也算是跟上了主流审美 在接口方面 N7 Pro依旧保留了耳机孔 同时也是三台中唯一支持SD卡扩展的手机 这个必须点个赞 在这个区间上大家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8 SE则是加入了红外发射器 可以方便的遥控家里的电器 而兼顾Pro S则是什么都没有 不够线性马达还要啥自行吃 屏幕方面 这次兼顾Pro S国产的AMLON屏幕可谓是争议不小 一经发布的这块屏幕到底怎么样 这是各种各样的评论 和小米8 SE的三星AMLON相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数据见真知 实测下 小米8 SE手动最高亮度417nit 峰值亮度为553nit 兼顾Pro S手动最高亮度421nit 峰值最高亮度为547nit 所以单说亮度方面 兼顾的国产屏和小米的三星屏并没有什么差别 即便亮度差距不大 实际观感到底有没有差呢 我们挑选了几十张屏幕测试图 然后和我们的小伙伴在一起 三台手机轮番进行对比 首先在色彩上均是默认色彩模式下 N7 Pro由于仅有83%的NTSA色域 与光感较差 整体光感偏灰不够通透 而兼顾Pro S和X8 SE 在图片测试环节 并没有明显 明显的差距观感也都非常出色 但是在显色纯白色的时候 小米8SE的观感会更加舒服 而且更加纯净 而兼顾Pro S则有些偏蓝 但是我们将8SE和兼顾Pro S都调节为增强模式之后 则还是差不多 所以兼顾Pro S上这块国产的ML屏幕 实际观感还是不错的 相比于小米8SE上的三星屏 在色彩表现上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 那么这些天大家都纠结的差距到底在哪呢 就是精度上的区别 首先在相同的逻辑分辨率下 我们让三台手机显示相同的画面 360凭借LCD屏幕及403PPI的精细度上 并没有什么问题 小米8SE则是有非常轻微的彩边现象 不仔细看压根看不出来 而兼顾Pro S 蚊子看起来不仅有些发虚蚊子边缘 还有明显的狗牙 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就在于像素的排列区别 显微屏幕 Pro S的像素点排列和小米8SE却有不同 8SE是三星屏的RGBG钻石排列 而坚果的国产屏则是RGB Delta排列 其实这两种像素点排列都属于Pentail排列 而三星的钻石排列属于进阶版本的P排 主要解决了RGB Delta在显示纵向条纹的时候 由于紫像素排列导致的分辨率不足问题 例如在显示一像素间隔的纵向条纹图案时 坚果仿佛可以看到条纹 但是明显是不正确的 而三星的钻石排列则没有这个问题 这也就为什么坚果的Pro S 这块国产屏的文字看出来有些发虚的原因 同时坚果Pro S402的PPI又低于小米8SE的423 自然又在显示精度上差了一些 还有争议颇多的PWM调光问题 坚果Pro S和小米8SE其实是一样的 240Hz的低频PWM调光并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也不会比其他的OLED屏幕更伤眼睛 在这里我们建议小伙伴使用OLED屏幕的时候 不要把亮度调的过低 同时也不要在过暗的环境中长时间看屏幕 毕竟保护眼睛最重要 研制屏幕说完了 这个核心的710性能又怎么样 看看这三台手机还有什么不同 配置上除了处理器都是710之外 RP DDR4X的内存加EMMC 5.1的闪存 既然配置都差不多 跑分自然也差距不大 安多的跑分小米和坚果都维持在17万出头 而360的16.6万稍低 但是差距并不大 3DMark和Gibbench的跑分就差距更低了 20左右的差距就是正常跑分的浮动范围 但是20款应用的两轮打开环节就明显有差距了 三轮测试下来 Jango Pro SD平均耗时146秒 第二轮几乎没有什么卡顿 也基本没有杀死后台 小伙伴SE第二平均耗时158秒 第二轮杀死了几个应用 但是打开也并没有什么卡顿 长出了一口气 这个米黑的帽子看来是可以摘掉了 这个三轮N7 Pro平均203秒成功垫底 测试过程中不仅频繁卡顿 还伴随着严重的发热问题 我想说上一代的N6 Pro才134秒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 由于之前我们购买的一个8SE是4G的版本 为了保持测试的公平性呢 我们又临时借了一台6G的版本 两个版本的跑分和游戏测试呢 均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20款应用的两轮打开差距都不小 4G的小米8SE平均耗时205秒之久 确实内存也比较小了 与6G版本的差距高达47秒 所以能买大内存还是不要选择小内存 不过6G版本的效应8SE的158秒 依然弱于骁龙660的小米Note3 希望小米和360能够在未来的系统更新中 可以继续优化内存调音的问题 毕竟沙虎台的问题确实让人不太开心 游戏环节得益于Azureno 616 GPU的加持 三款手机的王者荣耀都能60帧满帧运行 而刺激战场默认三帧画质下 也几乎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能够稳定在三帧运行 直接来看破解60帧之后有多少差距 这下差距就很明显了 兼户Pro S的曲线看起来比较干净 但是室外场景中帧率会出现较大幅的下降 尤其是在最后跑度阶段波动比较大 但是依旧能够维持30-40帧之间 平均44帧表现挺不错 像白SE看起来波动稍大 但是都能维持在40帧以上 平均49帧,着实优秀 这个360表现则是有些差千人意 平均帧率44,但是波动非常大 在室外奔跑和开车时甚至都会跌破30帧 不过好在绝大多数时间都能稳定在30帧以上 但是360帧率并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出在发热上 这个在刚才就出现了 四季战场中最高温度达到了47.2摄氏度 加上金属中框的导热 烫烫烫烫烫烫烫手 小米白和坚果是相对凉快了一些 43.9和43.7最高温度 还是微微有一些发烫 但是这个发热也尚可了 然后是三小时的续航 小米白SE和坚果Pro S表现相当 电量分别剩余54%和58% 数据库中排名中等得益于 4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36N7 Pro 三小时续航 61% 数据库中中等偏上 但是我们换算了平均放电效率之后 排名居然颠倒了 小米白SE3小时平均耗电458毫安时 兼过Pro S504毫安时 N7 Pro只有520毫安时 开了320在耗电上还有优化空间 充电方面 三台手机都是支持高通的QA320的快充 由于充电功率基本一致 所以充电时间主要由充电策略和电池容量决定 小米白SE耗时1小时15分钟充满 平均每分钟充入41.6毫安时 兼过Pro S耗时1小时30分钟 平均每分钟40毫安时 320毕竟电池比较大 耗时1小时44分钟 平均每分钟充入38.4毫安时 在单一的充电环节 虽然白SE还是优势明显 性能简单总结 小米和坚果得于比较优秀的系统调教 稳定性和各方面的优化都比较不错 性能上也要稍微好于30 既然性能上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 拍照到底怎么样 这次我们选择了拍照激黄P20 Pro作为标杆 其中除了360不支持AI场景识别 其他三台手机均开启了AI场景识别功能 不废话 我们直接看样张 第一组远景建筑的样张 只有P20 Pro没有识别出建筑 颜色上除了360整体偏短之外 另外三台手机基本准确 放大来看N7 Pro整体发虚 大白天都没对上焦 小米8SE锐化严重颗粒感非常明显 江沟Pro S表现出色 解析力和P20 Pro不相上下 第二组逆光场景 这一次三台AI手机都正确识别出了植物 小米8SE直接翻车 除了画面边缘出现了紫边 甚至画面中间都出现了明显的紫边情况 而坚果Pro S仅在边缘部分出现了部分紫边 P20 Pro就不用说了 实力较多人 第三组微距 三台手机都是正确识别出了花朵 但是小米和坚果饱和度严重溢出 画面有点假 叶子绿的有点赖眼睛 360和华为的颜色较为准确 放大看花朵 坚果过曝 花朵的细节丢失 小米和360稍微过曝 花朵的脉络已经看不太清 华为的曝光最为准确 P20 Pro依旧是标杆作为对比 再来看一下夜景大光笔的样张 小米和锤子都支持自动的HDR 也是自动打开了HDR 也都识别出了夜景 由于360没有自动HDR 这一次我们手动给它开启一下HDR 首先是坚果 虽然开启了HDR 但是整体亮度依然最低 颜色也不准确 饱和度过高 360虽然暗处保留了细节 但是高光部分全部过曝 暗处细节 小米白SE严重翻车 涂抹感严重已经看不出文字了 坚果和360一样涂抹感严重 但是起码还能看出几个字来 高光处全白SE表现出色 细节都得到了保留 360依然还是由于高光过曝 门鱼logo的脸部细节 基本全部丢失 都拍成了Mia美人鱼 Jango Price有些发掘 logo后面的文字都已经模糊 最后再来看一组极限暗光 算了 这组没啥好说的 看完场景 自然不能忘记人像 首先与360和锤子 并没有标注人像模式 所以我们选择了虚化模式进行对比 360不仅完全没能虚化 甚至对焦都失败了 华为得味十足 小米表现最为稳定 毕竟在自己的地盘有buff加成 这里要感谢一下小米之家的美女 逆光人向上四台手机都成功识别出了人脸 但是小米和锤子依然是曝光翻车 直接把老张拍成了剪影影 360一样欠爆 但是起码能看出来是老张 PS Pro作为标杆依旧是实力叫做人 最后再来看一下自拍 360是唯一一款前置双摄的手机 虽然有美颜模式 但是美颜模式下并不能开启虚化 所以我们分别拍摄了一张美颜和前置虚化的样张 首先来看一下美颜情况 360确实是一点虚化都没有 再来看一下虚化的情况 华为这回和坚果一起翻车 小狗的耳朵都快看不出边缘了 360虽然抠图善可 但是没有美颜把老张拍的老气横丘 XAMBI SE这次表现最佳 总体而言这三台手机 360的表现确实照其他两台还有一些差距 XAMBI SE和坚果Pro S表现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对于这个价位弹的机械 在自拍和夜拍的环节都各有胜负 虽然说总体表现跟起价剧还有不少的差距 但是差距并没有想的那么大 尤其是在白天拍照的环节 有的时候甚至不弱于旗舰机 可以说这几年中端机的拍照也是突飞蒙进 但是在优化条件上还有着不小的上升潜力 系统方面由于之前各品牌的UI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了 功能方面也都是大差不差了 所以说相对聊的比较少 导致很多小伙伴有怨言 这期咱们就简单说一下特点 外在看完了再来看看内在谁最优秀 系统上锤子自然还是最特律独行的那一个 这类不得不说就是伴随着江湖Pro S一起发布的无线屏 无线屏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只需要从屏幕底部的home键位置向上滑就可以触发 然后通过上下移动大拇指可以来调整无线屏的视野大小 最后通过光标选中任务卡片或者APP图标再松手 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设置里面还可以打开面部识别 通过手机和面部的距离来放大或者是缩小无线屏 但是离近了是缩小拿远了是放大 是不是反了 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熟悉 没错 这和之前流行过的手机VR的体验有些相似 比如通过移动头部来选择菜单 刚开始体验的时候 由于线性马达的加持 光标快速掠过图标的时候 那种干净清脆的震动 在这个阶段还是非常舒爽的 但是使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还是决定关闭这个功能 首先开启无线屏的情况下 必须使用全面屏手势 也就是说无线屏不能和三大金刚键并存 其次就是打开APP 在无线屏中还有一块区域是应用列表 方便快捷打开APP 但是列表既不是按照屏幕的顺序排列 也不是按照名称 也不是按照使用次数 或者其他别的什么顺序排列 即便是你熟悉了这个排列 但是一旦安装或者卸载一个或多个APP 它的排列也会随之改变 同时你自己还不能改变这个排列 但是这无线屏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查看全景照片或者是高分辨率图片的情况下 无线屏的沉浸体验还是不错的 相比于用手指滑来滑去还是更有感觉一些 所以无线屏更像是一个趣味的体验功能 从目前的体验来说尚不实用 不过我们也期待老罗在未来能够完善一下 无线屏的功能和体验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无线屏会是一个不错的全屏交互 如果老罗的软件理念失败 无非就是多了一个正常的失败而已 但是如果它成功了 那么在软件探索领域 那绝对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 三轮的系统自然也就离不开安全这两个字 毕竟是做安全起家的嘛 N7 Pro也在系统内置了财产系统 私密系统 反刻系统等等安全防护的功能 把你能用的不用的全都给你放上了 如果还想体验一下近一层的安全 还可以选配一个当时发布的三轮的优盾 从而通过硬件级别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和财产 但是说实话这么这么多繁复的安全功能 咱们且不说它那每个都会拿来用 我总觉得有点交往过正了 小米版SE也是近期才推送了MIUI10 相比于MIUI9 第十代充分优化了交互和Bug的修复 让体验好了不少 当然小米的系统还是俊为强大的小米的灵魂所在 就是这个MIUI了 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 你可能觉得小米的MI臃肿 你还可能单纯的认为MIUI设计的丑 但是不可否认小米现在的整个智能家居的生态结合方面 是最为优秀的 一个小爱同学加上米家的生态链组合 如果你要是你有其他小米的产品 通过小爱同学无缝的操作体验 这种体验还是非常容易引起舒适的 OK 简单总结一下 Jango Pro S的性价比无论如何都是最高的 在这三台机器中也是我们最推荐的 无论是出动的颜值还是线性马达的加持 还有这一次比较不错的系统优化方面 都让Jango Pro S的表现非常出色 虽然屏幕方面不得不说是一个短板 但是毕竟价格也摆在这里 如果不太在意 那Jango Pro S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Jango Pro S则是标准的水桶机 没有非常前眼的亮点 但是也没有什么短板 如果你不讨厌刘海尔平 或者吉项母水果的树枝双摄 又或者你是米家的拥户 有很多小米其他的产品 Jango Pro S也是一个绝对不差的选择 但是颜值上 这三台手机中它确实最丑 30N7 Pro还有着不少的缺点 无论是相机还是在系统优化上 相比于锤子和小米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但是反观310自己历代的手机 起码在颜值上还是有着质的飞跃 然而依旧保留了3.5毫米的耳机孔 支持SD卡扩展也确实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 尤其是在2000元这个价位段 OK 这期视频基本上算是在售710 2000元单位的中端机型横测 我们全部测评完 其实各家手机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无论是在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 哪怕它们硬件都非常像的一个情况下 哪怕它们处理器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大家选择起来应该也不难 各自都选择各自最合适的那台机器就可以了 同时还是老规矩这期视频的所有关键数据 小白依旧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 为大家做好了详细的文章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免费查看 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710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其实这期视频还是有一个小小小的遗憾 就是魅族这边延迟发布的魅族16X 因为这个也是710的手机 但是我们实在是等不了了 我相信主要是大家也都等不了了 等待16X出了之后 我们可能还会再单独给它出一个小体验吧 OK 这期视频就先和大家聊到这 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语音 小白测评品质二商城 有事没事去逛一逛 三天未留退货 180天保修 而且我们的商城现在基本上已经覆盖了 所有目前主流机型的原厂配件 跟你在手机盒里拆出来的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经常去逛一逛微信扫码即可 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之一提问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at小白MTX 不可观众今天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